字幕志愿者 gebralm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 劍哥 老吴 當我們在合作的時候我也是一頭霧水 後面有一個Angel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瑄 後來又冒出一個薇薇姐 她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 都是很強大的 然後 現在這幾年她很敢說 什麼事情她最大 她贏 最近她在講她謝和璇 什麼告贏的 拿了幾萬塊我也是覺得很悶 很不爽 可是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著幹嘛 就我了解她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 每次金鐘獎入圍 你就要在那裡靠比靠五的 好像獎都給你算了 煩不煩 我是懶得悔罪 但你說我心裡在不在意 怎麼樣我們主持得很懶嗎 還有那個鄭國成在中餐台主持節目 後台抽菸喝酒 五雞耶 誰敢去死 誰敢 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 反正也沒有人幫我去死 那個已婚女歌手 跟製作人搞在一起 給她是你情我願 但你敢不敢在台上說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婚內出軌啊 後來形象也好都不得了 好到現在 為什麼就我跟小S 形象變成那樣 你的形象都這麼好 舞台劇一場又一場 哇 你們不都很厲害 你們不都很屌 你們不都很幸運 因為這個姓陶的 昨天還一直在問我又生的事 你煩不煩啊 乾你屁事啊 你煩不煩啊 那你當年 對我愛理不理的對不對 明明在一起 我還記得在延期間的巷弄 約完會 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還寫了一首歌叫做 你總在他們面前 表現你對我一切不聞不聞 那明明就在一起丟包 後來分手還寄了一封信 還把他那個署名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著喔 傻子 然後罵了一頓 扯東扯西 這都是我的陰影啊 還有那個姓假的也是 是你在追我咧 那我也喜歡的是蔡上德啊 你在追我 後來突然間又分手 消失去殺小 然後下雨童也是神經病 始終不成年 你丟高 我不懂啊 這些陰影我都放在心裡耶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傷痕 我也不會說嘛以前 好啊現在大家都來說啦 打個東西以後 打個東西以後 我會不會說 讓我多潮東扯